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拉书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梦幻联赛第23赛季小组赛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是XG对战GG小组赛BOR的第二场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XG是输给了对手 当然输给对手的原因也比较简单 就是在BP方面,我个人感觉BP方面并不是很合理 第二个就是对方的应对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对方的整体思路做得非常好 而且执行力极其的优秀,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也是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XG其实是在不太应该去开团的时机 主动的去跟对方求团 导致核心的装备一直在被延后 那这场比赛在颁选方面,继续对手是强火枪 而XG也是继续拿宙斯 不过在后续的颁选方面,他们选择搬掉了一个亚巴盾 而对手则是搬掉了末日 在第一轮直接搬掉了末日,掏出了精灵蝙蝠 哎呦,GG的精灵体系啊 GG这个战队的精灵体系也算是在这么多个战队里边 连续好多年啊,连续好多年都打得非常不错的 哪怕就是在GG这个战队此前 他们的成绩还没有连续拿到那么多个冠军的时候 他们的精灵体系也是绝活之一 转个小鱼人,不管他杀穿谁啊,杀火枪嘛 小鱼人杀不了火枪 小鱼人杀不了火枪 小鱼人甚至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火枪手的方法 因为火枪手的 火枪手是一定会去做大推推的 一定会去做大推推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魔精 还有一个魔精 它等于两段位移 你如果拿一个小鱼人 你指望着说在对方火枪有两段位移的情况下 你两个跳,首先你两个跳权重这个事儿 它就有一定的概率 第二个是就算你两跳权重了 对方不是没有队友啊 对方又不是拿火枪给你小鱼一位一 对不对 还有队友的呀 所以就是小鱼人一般不用来去解决火枪手 像优鬼他能打火枪 优鬼能打火枪是因为优鬼的那个优鬼之刃 他有一个很长的持续时间 而且在这个持续时间里面 火枪如果想反打这个优鬼的话 他很可能会看到一个开着刃甲朝着跑过来的优鬼 但是你小鱼人不能出刃甲吧 小鱼人不够硬啊 你出刃甲朝着就防住啊 卡里这场比赛在第四手拿出了天安摩克 抢到了毒狗 对方居然也是把毒狗给放了 毒狗放了 拿出了毒狗加天安摩克这个双酱油 然后宙斯人马双 这个23号位是人马和宙斯 还差一个1号位 看看GG在第四手 他们的蝙蝠骑士一般是打一个辅助位 打5号位的蝙蝠居多 钢被兽精灵钢被出来了 拉奇奥的钢被吗 还是A4的钢被 这两个人的钢被都是绝活 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GG是先搬先选 那也就是说这手钢被并不是 他们打算去阴对手身份 而是单纯的先以抢代奔 同时自己这边没问题 能用 能用 是个什么要问题的 5 seconds remaining 我看XD这个阵容就头疼 不适合 问一下大叔 为什么梦魂联赛S21 没有中国队参加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梦魂联赛这个比赛之前一直就是欧洲区的一个比赛 之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是一个全球性的赛事 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东西欧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路人局总是要辅助先选而职业比赛却不是这样 职业比赛也有很多时候是辅助先选大哥候选 梦魂联赛就是有一段时间 是当时因为这个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因为当那个疫情的缘故 各国的选手出国就是全球各个国家的选手出国都很吃力 就没办法举行这个线下赛 没办法举行线下赛的话就只能打线上 线上的话这个比赛因为是欧洲的主办方 所以他的线上就放在欧洲 这样的话呢等于亚洲和美洲就都没法参加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梦魂联赛的比赛都是欧洲区自己打 东西欧去打 最后两手搬人搬掉的是虚空和蚂蚁 小狗是放了 因为他们这边有钢被并不是特别怕你这个小狗 精灵加钢被加编夫骑士 他不怕你的小狗 九仙 拿了一手九仙 精灵加钢被大哥为了钢被兽终担的火枪 三号位的一个九仙 看看最后一手 有鬼拼一把 有鬼不行 这样比赛拿有鬼 百给 这个是拿你一个有拿有鬼局 百分百百给的局 5 seconds remaining 来 选吧 又给选出来 然后进场GG 回家睡觉 猴子 猴子 选猴子 选猴子出来呢 游戏都不用进去 就选出来以后 直接在这块这聊天频道打GG 然后回家睡觉 敌法师 敌法师是个路子 敌法师确实是个路子 解释一下啊 解释一下为什么优鬼这个英雄选出来进去就可以直接打GG 这场比赛 思路 就是比赛的思路 就绝对不是去描火枪 首先确定一点 比赛的思路不是描火枪 因为这场比赛对方大哥位是个钢杯兽 然后对方有一个无射谋面的点控编夫骑士 而且有一个小精灵能救 如果你选择强行去冲进场内 要描火枪 结果就是被钢杯兽的A让技能直接扎满 而且你进场的那个人有可能会被编夫骑士拉一声 同时你还要去 提防对方编这个小精灵的大招救火枪的位置 而且一旦被这个小精灵救了成功了的话 意味着你所有的人的阵型都是完全脱节的 一丁点后撤拉扯的空间都没有 绝对会被对方直接按死在那个位置 这是百分百的 所以你拿优鬼去切对面的火枪手这个事本身就不现实 你进去自己就出不来 这个是不能用优鬼的原因 不能用猴子的原因 猴子选出来百分之百GD的原因是猴子在正面战场当中 完完全全就是钢杯兽的血包 你知道吧 完完全全就是钢杯兽的血包 就是你猴子不来 我们四个还能打 你猴子要是来了的话 就是猴子不来的话 钢杯兽能一打二 三个人能差不多把钢杯打死 猴子来了以后 钢杯兽能一打五 打完猴子这个钢杯兽能满血 就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局是绝对不能去上这个猴子和优鬼的 这场比赛 差距在团战的思路必须转化成一个慢慢去处理对方前排 干扰后排处理前排 而不能想着去处理后排 如果思路定在一上了就定在我要去处理对方的后排 那这个阵型就完蛋了 敌法这场比赛挺好的 敌法的话 就是如果你的火枪站位非常糟糕 而且你的小精灵当时连的别人没法救火枪的话 我敌法是可以去切你的火枪手 如果你的火枪站位非常好 我的队友没办法去配合我 跟跟我一起去切你的火枪的话 我可以慢慢去消耗你的钢杯兽 我可以用幻象去干扰你的小精灵 用我的幻象去消耗你的钢杯兽 然后如果你这边开始往我这冲的时候呢 人马有大我自己又blink 你没有那么容易冲到我身上 独狗还能救一手 所以这个敌法师拿出来以后 差距整体的阵容思路是一个打拉扯 寻找对手破绽 然后当你的阵型不好的时候 我再去动你的火枪 而不是一上来强行去动火枪 美独杀可以吗 美独杀肯定不行 美独杀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场比赛 美独杀选出来以后 在团战的时候是两种可能性 就这场比赛会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方的火枪会直接出一个大散尸 团战的时候你美独杀还没走到对面的人前 弄的蓝就被打空了 第二个可能性是对方九仙开大直接用风熊猫全程吹你美独杀根本不让你落地 你落地就给你吹起来落地就给你吹起来对吧 开完分身以后那几个熊猫往前一扔不管了就控制风熊猫 不行的吹你美独杀 所以这个比赛就这场比赛 XD这个阵容以及对方的这个阵容就是绝对不能考虑说我一锤定音 但不是一个一锤定音能打赢的阵容 一定是要考虑我怎么在这个两方的拉扯之间来去找到机会 赢下比赛 Defa好打这个火枪吗 Defa打火枪的话 后期还比较好打 因为后期敌法师肯定是有大晕锤的 有大晕锤的情况下这个火枪手比较容易被敌法师 直接贴连秒了 比如这个贴连秒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小丁丁都不一定来得及救 但是那个得到大后期 就是敌法师的装备得到3万左右经济才能做到 东路一开始的对线两边都是拿到了一些正果 没有反补 那么没有反补的话意味着两个人可以同时到二基本上 所以就这场比赛这个 差距的阵容 BP思路 尤其是最后一手敌法师选出来 能看得出来这个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这是这个选的非常好 人把这边踩一脚 大拉桥没法追了 毒狗这边过来以后呢 看看一级加的是个 看他的蓝量消耗应该一级加的是个关 我刚才没注意啊 果然一家的是个关 对方过来去拉一下这个松果怪 毒狗关一下小精灵 然后往前顶 把仇恨拉回来 不让对方拉野 不过刚没兽有小精灵 宝的话在 呃 在优势路这个位置人马加独狗 这哥俩确实弄不过他 P A怎么样 P A P A那个英雄就是 他跟你选 选这个优鬼之类的英雄是一样的 他也是那种你想着我要一波直接把对方给处理掉的这个思路 这个 这场比赛的阵容 不能这么干 你除非你团 你拿你有两个大团控 你除非有两个大团控 你说我迷团加马格拉斯 我迷团加马尔斯 我迷团加仇西 你除非是这种阵容 如果你没有大团控的话 这场比赛比的就是一个拉扯 比的就是在运动战当中去寻找对方的破绽 看看这边莫勇往前跟这个莫勇 炸满了几乎是 地法车这边赶紧追着砍两下 对方这两个人到目前为止蓝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AME血量比较低 到下路的这个对线 敌法师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不过补到树目前保持的还不错 刚备怎么处理 靠独够大招吗 这场比赛前期是采取一个尽量避战的思路 他这个阵容就是一个尽量避战 然后敌法师什么时候开始打刚备 等敌法师这边穿一仗你知道吧 穿一仗以后 然后再去团战的时候再去慢慢打这个钢备 慢慢拖 不要急 用那个闪烁碎片去消耗他的蓝量 蹲身闪烁碎片去消耗他的蓝 把他的蓝消耗的差不多了 他自己就走了 你都不用理他 当然了因为有小精灵的存在 所以这场比赛这个钢备兽的蓝量会更难处理一点 但是难处理也要处理 因为不处理的话 你没有条件去跟他硬钢你确实打不过 然后然后要拖的就是独狗的A仗 当然独狗的A仗可能40分钟起步吧 至少得 等独狗有A仗得40分钟起步 你让他有了A仗之后呢 钢备兽就随便打了 钢备兽就不是威胁了 总而言之就是这场比赛的核心思路是慢慢的找机会啊 慢慢的找机会 这块一个关一脚踩拉断然后再拉近 钢备兽这边的距离拉得也足够远 三成毒爆一下没死 陶西都没人用了 陶西这个英雄现在主要是 他的作为三后卫来讲他的伤害太低了 感谢打屁能手老板的灯牌 感谢雪奈瑞宫老板的人气票 GN001R3老板的人气票 谢谢各位老板支持 这场比赛中期的核心思路并不是把钢备打死 因为这个阵容不支持 就是把钢备打成打的 他他自己走了就完事了 你把他蓝量给他耗光了 他自己走了就完事了 看看宙斯 宙斯这边我跟奎因拼一波 奎因开一个塔房保一波兵线 但是蓝量现在确实有点低了 小猫这边三级的小电 一级大电一级的跳 钢备兽在上路挡不住 这个确实没办法 精灵加钢备的二人组在前期 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处理 首先现在在下路这边 蛇里边是两个护腕 抵法师呢 把对方的蓝量已经打光了 打光了 这个人在A的话可以带减速 看看兵属骑士要强杀地外吗 这个地方抵法师过来掩护一下 兵属骑士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往里追的 因为抵法师现在砍他大概两刀吧 就空蓝了 然后第三刀开始带减速 这场比赛的这个 插击这个阵容的精髓 其实是在那个小精灵身上 那个小精灵是这场比赛 GG最让插击头疼的一个点 如果只是一个钢备兽的话 就我以现在这个阵容 我选个敌法师出来 我终其随便把你的蓝打光 出给一张闪烁随便扔呗 看你我就往脸上扔一下 看你就往脸上扔一下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给不了你多少钱 这边莫勇 冲上去 选择转身去 炸蝙蝠猫 没炸到 这个炸蝙蝠的操作 我其实多少点没看懂 因为本身已经粘住了A4了 可以把A4的这波血量 给它压到大概只剩下 1%甚至1%左右的一个血量 你给它压到那么低 它就不敢上了 而且蝙蝠骑士在那个位置 是不敢回头反打的 状态几乎是满的一个敌法师 它打不过 现在三线的补刀 对方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上路是正补 巨大优势 反补也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 另外两路的反补巨大优势 张卫兽已经开始去清理 这个囤的野怪了 地外跑过来蹭情念 有没有命运之笔 蹭点野怪的说法 这边沉默 哎呦 这个操作掰了一点点 打一套 莫勇炸晕 然后转身 nice 这边宙斯直接给一个大招 漂亮 带走对手以后 编住骑士支援到了上路 那么小精灯加编住骑士 这里留地外 地外这个位置 TP来不及了 他虽然身上有TP 但是他来不及了 这个位置 对方这两个人 起脸上的话 输出太高了 人马能顶住 人马血长 加莫克确实扛不住 上路这波断一个 断一个钢背的节奏 而且是宙斯拿到人头 是一个完美的效果 可以说 感谢GNXE老板的50个小黄花 谢谢支持 看一下小医生 小医生这个位置人马 这边没办法 要是能换个位置 带入GG来分析 怎么应对XD就更好了 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一般分析这个局势的时候 你看当我分析某一支队伍去 如何应对对手的时候 往往分析的是 在这个比赛当中 比较难打的一方 比较难打的一方 这场比赛就是肉眼可见的 XD这个阵容 他会比较难打 那GG怎么去应对对方的 就中期恩死呗 中期我刚被受强势期的时候 我恩死你呗 小精灵多出一点 能够帮着回篮的装备 什么密法鞋 魂界之类的 不要让刚被赛轻易的 把蓝量耗光 这个矿抢的也太舒服了吧 我说 火枪也来了 迪法师在下落 欺负了一下Ace的九仙 但是自己家 存了那么多的矿 被对手 直接全给抢光了 这边边编写骑士 还依附要杀小毛宙斯的架势 所有的野块全部被抢光 这边还有一组新刷出来的大爷 也给你收了 这个钢背兽不讲道理 不过好在迪法师目前还可以 迪法师的发育还可以 这矿抢的太爽了 然后对面 钢背没蓝了也照样打 钢背没蓝了打不了 钢背没蓝了没用了 没蓝了这有啥用 跟伐木机一样 你空蓝的伐木机 谁理你谁理你 我又不打你就完了呗 你还能拿平A死我 小毛这个地方人马 给一个大招 火枪给一个撅 这波还行 掩护的算比较极限 但是小毛赶紧回去 这时候不能再外头再浪 再浪要出事 首先六级给上一个灵堪 这个第一波操作慢了一点点 浪费了大概0.2到0 0.3秒的时间 土熊猫的第一个石头 这么长时间才扔上来的话 风熊猫吹起来 迪法师一个紫熊猫的爆摔 得再扔一个石头 闭门合击 再给一下正好打完 正好打完这块扔一个九卧 然后切一个闪避 就编夫骑士过来开始烧 AME里边A两刀吃魔伴 又blink直接走 编夫骑士现在升到六级了 升到六级的话 迪法师这波在正面应该不敢怠慢 直接溜了 GG的这套阵容 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就这场比赛在前中期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阵容 所以你去分析 他们就不是说 他们并不需要解决 插击的任何东西 编夫骑士的这个拉 这个拉被挡了 这个挡挡得非常漂亮 看看莫勇 然后刚没揍 小精灵过来 这个位置应该是留不住 下一个blink走一下 AME里边加了三级的blink CD很短 那么另外一侧 小精灵连过来以后 看一下马上到时间 自己飞回去 让编夫骑士追死对方的 卡莫克 小精灵回去以后 被人马加 独过两个人蹲一下 周四过来一个大殿 拿到人头 小鸡和这个小精灵的小鸡 和小精灵的人都被收掉 那人都是来到了4比3 GP线领先2000加的同队经济 钢杯兽全场第一 火枪暂时排在全场的第三 九仙排在第四 这场比赛九仙很肥 人马这场比赛上路打不过 人马这个真打不过 这没办法 搁什么英雄上来 看见一个小精灵 加一个钢杯兽 都一个脑袋两个大 这个东西 怎么反应过来开壳的 那个不是反应 那你那种皮都是预判 那种就是猜测对手 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去拉我了 两边其实只是在做了一波博弈 然后最后AME拼赢了 就跟假装放技能S 然后骗对手 一个道理 看看这块兵不其事 过来炸一下 渡过一个关 那宙斯应该是会给个大电吧 估计 给个大电 给个小电消耗一下 然后人马有机会吗 火枪就在旁边 这里宙斯给一个大 再加毒狗的大招 再加毒 没爆死 哎呦 这查理斯尔血 查理斯尔血没爆死 差一点被害死 这个位置 看看九仙手里边是有大招的 九仙手里这个位置有大招 这个时候不要再追了 再追的话 九仙真开打 给你反打 你还真不好处理 反蝙蝠逼你交大招 不拉的话 下一刀就拦 就没拦拉了 对这个刚才这一波ame的整体节奏 就是这样 但是具体这个拉的时机 两边还是进行了一件博弈 逼迫对手 这个放技能 对方要是早放 那他就被拉了 那对方要是说 就卡着最后这一瞬间放 那他就被挡了 现在团队经济差4000 刚背收6800 火枪手5800 那这一波XG是人马跳刀第一波 过来去抓对手的九仙 踩住就死 这个爆发踩住就死 根本没有任何淘宝的可能性 这个宙斯直接小店 然后再加一个大店 人马跳刀加宙斯跟着一块去打这种游走的话 没有人能顶得住的 就哪怕就是钢背兽 钢背兽这个时候你去硬顶 也有点吃力 小精灵要是连着的话 那还行 小精灵要是不连着的话 还是顶住 这场比赛 宙斯到现在为止的一个经济保持 大概是很不错的 独狗 看看这里 24分钟 第二个智慧神符 对方过来抢一下 不过天安木克也跑到对方家里去抢了 在智慧神符上面没吃亏 钢背就横着走 没办法 这个阶段没办法 而且由于钢背兽前期无解肥 他A帐出的就很早 A帐出完了以后 他就更厉害 这个玩意他更厉害 所以后排还有一个火枪手 你哪个人都不好处理 对于XD来说 这个阶段就是忍 不是忍 能抓一些特别细小的机会 去完成对对方一些点目标的击杀的话 固然最好 13分钟的A帐 吐退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对于XD来说 就是憋 就这个时候就是憋住了 憋住了别窜就完事了 别出去主动跟对方求战 因为这个时候你主动求战打不过 独狗关一下 自己这个肯定是死了 人头给谁了呢 最好还是德拉奇号拿到 靠敌法带线牵制 靠这个 宙斯去清线 宙斯去清一些安全的线 敌法师尽量望远的带 但是望远的带的时候 要稍微留神一点对方的 对方的人 敌法师算是安全系数相对比较高 因为毕竟他看到对方小金铃飞 只要注意力够急功 看到小金铃飞就马上开皮不定了 对方还是不好控制的 对方这样比赛没有那种地板控 就类似像给编书骑士拉住 手枪手A一波 小毛离死之间拼一波 把输出打完 把输出打完 小金铃这个地方呢 是断开了跟钢皮兽的连接 应该是想连一下编书骑士 给编书骑士哪一口 一把出个散尸有没有用 这场比赛啊 其散尸是有用的 但是不能出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 散尸这场比赛肯定是有用的 他会到这个地方直接A让进攻开起来 独狗关 但是 内方的这个输出点有点多 DG这个精灵体系在前期拿到优势以后的进攻和上高 这个坚决程度啊 有点 有点他们之前颠缝期的那个感觉 把人把他打一套 宙斯打一套 然后德拉乔再拿后背戳一波 对方开刃甲弹了一下 但是弹出来的这个伤害并不够高啊 因为被弹回去的伤害 也是会被减伤的 刚未收自己受不了多少伤 下一个装备 雪晶石 现在手里边有一个无毒面具 迪法师继续在远端刷钱 这个时候不要去浪费时间 A4手里边的灰药 我们看一下啊 灰药快出了 A4的这个灰药出来了以后吧 这个 这个这个九仙就有点考验了 我明白 因为他一旦拿到这个灰药之后 九仙可以单挑迪法师 正面打起来了 正面 这块人把一条踩 护魂 混住 秒小军灵 这个小军灵被秒了 可以 够撕 重撕的位置被对方兵不齐处拉回来 但是火枪没有人管 仍把开打掩护一手 九仙来到正面战场的时候呢 有点晚 这里冰上技能 火枪给狙 刚被兽接着往前顶 A仗技能出来以后 直接秒掉小这招 AME那边呢 杀掉了对方九仙的小鸡 这样的话 对手拿不到灰药 对方暂时 这个九仙拿不到灰药 小鸡去买闪蜜护服 但是被打死了 大概这块 刚被兽 再接着给技能这里炸一下 没炸回来 火枪手还在给收出 还有下一个炉仙弹吗 这里给上一个 哎呦 这个毛团扔出去以后 大家火枪的收出 再一次完成了对心灵的击杀 一会儿插了一个高台的眼 这次给一个电 这我肯定知道 对方有高台的眼 因为刚才对方在下面 一直往上面给平A 给平A有点考验 可惜刚才杀掉对方 这个九仙的小鸡的时候啊 小鸡还没有来得及 或者说还没有钱去买 这个闪蜜护服 也就是说对方九仙这个钱没花 这波是跑到 RG家里面的这个商店去买过来 看看这波 哦找到火枪了 好机会 小鸡鸣能救吗 小鸡鸣 小鸡鸣这个位置没救下来 没救下来 毒狗的一个官救命了 但是刚被兽已经带走了毒狗 吹起来咒死 这个咒死落地以后 被刚被兽贴脸 刚被兽这个位置给后背 给后背 又是一个薄团扔过来 小鸡鸣胜利一丝血 没有死 敌法师这拨仍然不能来 敌法师必须接着刷 他并不是不想来 他想来 但他不能来 他得忍住了 这波差一丁点啊 就能把对手给带走了 敌法师这波 其实打的已经非常好了 就差一丁点 能杀掉对方 这个小精灵的话 就有机会 能找一找刚被的麻烦 可惜 刚被兽身上的 血精石出来了 小精灵的身上 还有一个 风王浆 一个大药 六根魔瓣 一个梅肯 一个芒果 无极品拉满啊 这里游戏时间 马上20分钟 对方准备过来 去打一个魔方 敌法师那边 单人去单挑魔方 是单挑不了的 看看这毛团扔出去 火枪守在旁边 完了 心情这边死了 有没有人能够 留一下火枪呢 好像没有 没有人在合适的位置 甚至对方的蝙蝠 其实还要过来 再去多留一个插地的人 敌法师继续在下路带线 接着拆对方的塔 跟对方换塔 刚被兽 单人去拆打这个魔方 人马在旁边的准备 看看能不能抢掉这个魔方 应该是有这个抢魔方的计划 这块人马绕回去了 不敢上 刚被兽一个后备A章技能 直接打掉 然后蝙蝠骑士带魔精 蝙蝠骑士拿到魔精 敌法师现在的经济11700 队友这边在努力的帮他拖时间 AME这边选择一张机智的TP 直接回到上路接着刷 现在是甲腿分身 狂战斧下一个装备做A仗 A仗拿到手以后 AME在正面战场就可以来了 他就可以来了 这块兵不齐这 拉住 天下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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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幻影机中 看一下这个护魂漂亮 就此大招给他 NICE 精灵带着刚被过来 以及号毒狗 关一下刚被绍 小毛跳走 火枪直接点死了 火枪 火枪直接点死了 人马和天下摩克 脑红了皮了瓢啊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 这个对方的输出点 有点多 解决不过来 这时候九仙是不怕你的 九仙这时候开个 闪避的罪权 给你扔个酒物 他不怕你 他给你单挑就可以 这就是灰奥九仙的作用 这时候兵不齐事 被带走 不过人马和天下摩克 两个人被击杀 那么天下摩克 护魂游选 那是踢到了右下角的 前哨战 一把尸要跑到上路来带线来了 利用自己的机动性 继续带线牵制 这块偶尔宙斯 这个躲得漂亮 躲得漂亮 但是我感觉还要死 人家堵在这个位置的话 没有人能救 他就跳出去 不离不掉啊 这个时候还是 独狗在逼A仗 独狗待会我估计啊 我估计独狗待会 废不住 把秘法鞋卖了 把这个A仗出来 一把鞋 魔棒跟这个鞋垫 可能都会卖了 你看看 如果GG上高的时候 如果GG上高的时候 这个独狗的A仗还没有过出来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卖秘法出这个A 在独狗身上的钱 正在努力的让这个独狗刷钱 独狗现在还差500块钱 多一个500 马上500整了 现在出A仗 500的话清理一波大野 一波远古 他清远古有点慢 清大野吧 冰箱骑士给炸一下 然后呢 狠狗手一个GG 冰箱骑士过来 再加上平A的输出带动 咱马在上午 如果能把这个塔推了的话 那这样的话 独狗的A仗 可以不用卖装备 直接做出来 还差一拼一点 那这个独狗的A仗 第一波 就是这场比赛的核心了 A仗第一波 要人马踩 人马的踩和毒狗的大同时给到 不能让这个钢杯兽开出来他的A仗技能 如果他开出来A仗技能的话 就光靠吸血都能吸回来 还是打不死 这狗毒狗的A仗 对方应该是已经看到了 对方现在能看到这个独狗的位置 独狗其实这时候应该考虑自己单身开个物 对方这时候打的也是一点都不浪 应该是看到这个A了 从他们这个站位来看是看见一张 要不然的话 钢杯兽肯定上来拆了 迪法师在下路断兵线 中路的兵线呢 是天涯默克去断了一波 这样的话没有兵线了 出头打保护 看看别什么奇事 留住 大招转住了 迪法师呢 过来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好像是这里一个狙狙上来 最后人都还是被迪法师拿到 迪法师这玩意扔闪烁碎片 夺一仗了 夺一仗以后扔闪烁碎片过来去 把你的蓝量给你消光了 不过小精灵身上现在是 有凤凰姜 有凤凰姜加一个没可能 还在买这个大药和芒果呀 这场比赛这小精灵倒算是简单粗暴 他也不出魂界 给队友应急回蓝全用芒果应甜 对吧还有迪法的发布空间吧 迪法师有 有 现在迪法暂时守高地还不用的 他的其实现在他已经具备 打正面的能力了 但是他的主要打正面能力 是以消耗为主 看人马的这个跳踩 人马的跳踩 宙斯的爆发 我看一下 刚 哎呦 刚被这边是真本呀 他是先出了一个法式 那这样的话就算是给刀破坏 都不是很好杀 迪法师在跟对方换加 迪法师在换加 人马这条踩 赌过的大招给慢了 给慢了 打不死了 这又吸回来了 小精灵直接打回来了 给 九仙自己一个人 哦这个大招把火枪给送走了 还行啊 九仙自己一个人 其实就可以单防 AME的迪法 现在 九仙现在他开一个 这个闪避的 碎拳加上 不要的智芒 如果 敌法师想跟他硬拼的话呢 就扔个九雾就完事了 这个时候 AME把对方的人成功的给吸引回来了 扔一个闪烁碎片 知道你所有人的位置 然后 不令个开溜 哎 这个地方遭遇到了对方的九仙 九仙这边拿不要烫 给一个九雾 变成骑士 跳上来以后 敌法师直接开壳 分身 不令个走 正面战场 这块虽然只有一个 刚被兽加小精灵 但是 不敢动 还是不敢动 但是 26分钟 GG的这个团队经济差 其实一直领先的幅度 是在缩小的 他一直是在缩小的 这个比赛 如果继续这么拖下去的话 就是你拖到 哎 这块人马过来 振兵线被逮了 把人马被逮了 这个有点 有点难受 这个人马要交一个买活的话 经济差又要被拉开到一半了 应该是有点难了 这个人马被打死这波有点难受 摆给一路 这个相当于是 这个真的是相当于摆给一路 而且这个塔房开出来以后 对方可以继续去拆第二路 可以继续去拆第二路了 看到这里 护魂 双沉默 然后编夫骑士拉一下 什么驱散掉 驱散掉了以后 但是没有反打 没有反打 抵法师还在上面换一路 换路 然后卫兽这里中了一个破坏 但是我没有伤害敢跟啊 没有伤害敢跟 那么独狗这个位置开窝往回跑 抵法师继续在上路拆 卫兽这波拆完第二路 甚至可以继续拆第三路 独狗给大这个招 炸云三人 秒小精灵 小精灵能被秒掉吗 没敢打也回来了 火将手直接三技能开起来 把这个人马推走 人马尾巴给输出 敌法师拆掉了第一路以后 选择直接不离格到下路 留两个换向在上面顿兵线 然后自己则是不离格到了下路 继续拆对手的第二路 强行和对手换家 强行和对手换家 这个时候是 看看这个中路高地 高破 然后德拉乔 把人吓跑以后 继续过来拆第三路 DG看你既然要破我的路 跟我换家 那我就跟你换 你跟我换我也跟你换 我拆的一定比你快 我人多 这边九仙开大 看一下宙斯 人马选了买活 但是这个宙斯要被秒啊 如果来的急救嘛 被吹起来了 宙斯没有买活 敌法师回到家里面 要打正面了 但是这个钢备兽处理不了 这个钢备兽 敌法师去切后边 很聪明 先去找对方的火枪 小精灵过来救一下 这个火枪没死 火枪扛了好长的时间 就会给一个技能 然后 蝙蝠骑士过来 钻住 敌法师被带走 火枪手 等到了自己的队友 志愿到位 没办法了 GG了 这个就GG了 他说待会儿看看 敌法师 这个不用看 这场比赛 敌法师就 他就没法来参团 你看他伤害没意义 他肯定距离 他已经换掉了对手的两路 换掉了对手的两路 但是正面这个位置 他顶不住啊 这里独狗 独狗给自己一个持续的驱散 小精灵连一下钢备 钢备要入拳了 这边要入拳了 不过钢备这中了一个破坏 独狗这个大招其实可以走了 独狗这个大招其实可以走了 钢备兽这里后背冲着 小精灵 这一顿呲直接呲死 AME用这样的钢备兽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干了无数次这个事 这回轮到GG干这个事了 加莫克选择一张TP 到野外去了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将比赛结束 恭喜 恭喜GG战队 2比0战胜了 这样的话呢 GG现在在A组的一个出现的局势 就非常乐观了 对于XG来说倒是也还好 因为他们现在等于是两胜两负嘛 这个战绩也还可以接受 并不至于说小组出现有问题 再加上本来XG的这个体能处备方面 也确实有些问题 好了 这样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王老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感谢诸位 咱们下期节目见 莫不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